我们再来看看介绍题 它是一道什么题呢 对啦 它是一道选手题 新老师上课太催眠了 我快撑不住了 谁说你 学霸也撑不住了 迷迷不算 它什么课都能睡着 飞飞也太厉害了 真的眼睛睡觉 我的课 这那我好晒吗 都给我站起来 吃吃吃吃 下课后 又不是我们想睡 老师将把我们站了一节课 不过因为罚站 我倒是第一次把整节课听完 妹妹 你开心什么 难道以后我们都要站着听课吗 我才不要 他们说的对 我们都得想办法 对上郭老师的催眠魔音 听完整堂课 第二天 难道这种题该怎么做呢 对了 先省题 不行 催眠魔音又来了 飞飞你在干嘛 你们塞住耳朵 就听不到催眠魔音啊 李飞飞 你塞住耳朵干嘛 不想听课吗 啊 郭老师你说啥 咦 都教室外面网站 飞飞这就牺牲了 那我可得听住了 唐唐 你带着耳机 不远听不到课吗 不会啊 我耳机里放的都是这节课的知识点 我特地让佳教老师给我录的 继续上课 嗯 你们呐 你们呐 就应该向甲唐唐同学学习 李飞飞 听得多认真 吓 吓死我了 耳机的声音怎么突然变大了 带耳机上课 甲唐唐 你也到教室外面站着去 到教室外面站着去 打押 哦 美美 你咖啡喝太多啦 没关系 这样才不容易睡着 我们进行 老师 我肚子疼 要去洗手间 我们的方法都失败了 到底要怎么对抗 郭老师的催眠魔鹰呢 又一次 大家放心 今天我也要打 而且绝对活动 真的吗 我太不信了 上几个我们讲到 面包席人一共 飞飞别睡了 牛橙正在外面盯着我们呢 真的吗 我两个 专心听课 好 牛橙看着 我千万不能睡着 牛橙正在快一步的发现 也是牛橙没来 我只能先用这个办法 让大家打起精神了 但是以后怎么办呢 大家一起帮我想想好吗